幫大家問最想知道的 就是你近期有哪些是你比較看好的嗎 好 五檔 ETF兩檔 00733 總統大選前後行情 還有什麼007 這種科技多頭來臨的時候 至今會往創新科技衝 還有接下來三檔標題 就是我現在在佈局的 第一個大力光 我們成交日期有大家看到 大力光還有星象 還有富士達 哈囉歡迎收看小資理財藍圖 我是余玲 2024年到底哪一些的ETF是買的必中 到底要選高股息的ETF比較好 還是買債的ETF呢 我們歡迎用股息就可以cover 每一天生活費的大俠武林 嗨大家好我是專注本業 先念頭是全息cover裡面的大俠 在聊這個投資之前 就是我們知道你最近 又買了一間新房子 就是你 喔對對對 你天天厚厚嘛 就我所知 是在桃園 然後還有新莊 兩個地方就大概花了5000萬 買了兩間房 對 就是原本在青浦那邊有佈局一間 然後沒想到隔年 居然我們的代工五哥大漲 漲成什麼哥 AI五哥我始料未及 然後我們就在他一個價值區間 已經滿足 出權息錢 找一個適當時機調節 然後就想說 我們也比較常上北部 就在這個沿著捷運站 然後附近找了一間 我覺得還不錯的房產 那先佈局 然後大概明年吧 六七月就裝潢好就可以搬過去了 喔 所以說你就是用電子五哥 這樣這個波段 買了一棟新的在新莊的房子 對 電子五哥我跟你講 它的股性很好抓 因為你看它都是連續配息好幾年嘛 十幾二十年 所以我們會去算它的營收有多少 然後跟它可能會配出來多少息 代工五哥這種好的股票怎麼去挑呢 很簡單你可以去下載 就我們可以到一些網站去下載 所有一千零八百檔的 這些的上市上規的公司下載下來 然後你看我這邊有附上一張表 就是我會將連續配息次數做一個排行 你看連續配四十幾次的 三十幾次的這些公司 你說它有沒有這些公司有沒有能力 去處理市場景氣多空的問題 一定有嘛 有能力 所以它才可以連續這麼多年發股息 好基本公司的能力在了 我們再來看 也不是說我們列出來這些所有的公司 我們都要得買嘛 我們還是要看目前的股價 跟它營收有沒有成長 那如果營收成長的話 我們其實就基本上可以去算 它明年會發的股息有幾% 會不會發更多 如果它往年都是發一塊股息 市場願意都參加除息它是5% 那你發現現在 它營收成長一倍了 兩倍了 明年發的股息有沒有可能到兩塊三塊 有可能情況下 那現在如果股價還是在20塊以下 代表說你現在買進可能會有 9%以上的預估值利率 9%是蠻高的 其實值利率是其次啦 最主要是市場對它的認同度到什麼地方 市場如果說我就要到5%息 你現在買有9% 代表說市場會把股價往上買 那你就知道資本利得空間就出來了 你就提早佈局啦 因為有時候市場看的是季報嘛 或是年報嘛 那如果你對這張產業熟悉的話 你可以天天追它的新聞 你可以提早先行佈局 讓外資來幫你抬交 所以其實外資人很好 你在它砍殺的時候你進場佈局 外資每次都想要送錢給 討論同事朋友 送錢給你的身價升漲 你就不要去大盤漲的時候才硬衝嘛 像今天我也不知道衝到幾點了 是不是往萬八前進的 就不要在這時候去硬衝嘛 你應該在 簽證你最近一次的回檔 是在10月底 然後去年萬八少到萬二這過程中 你比較容易找出這些預估值利率 是大於市場平均的產業類股嘛 你在做一個適當的 就算定期定額也可以啊 今天有多少錢 我們就買多少的資金金入股市也可以啊 然後等市場 幫你抬轎抬起來的時候 你在除全息錢 看要不要適時做個調節 也是沒有問題的 每一年的除息錢都出嗎 沒有要看基本面 如果他今年基本面很好的話 你可以繼續留 他的除全息錢 他只要營收有超過去年通期 或是基本面有成長的話 那我們其實基本上 你可以去參加他的除息 因為他可能明年會給的息更多 你帳上的資本利得可能會增加 但是如果你會發現他的基本面 已經有下滑這個趨勢了 那你大可在除全息錢 做一些調節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才能順利在 當年我們就調節 其實我們當年金控是調節元大金 他在他的基本面 我覺得差不多已經滿足 就調節 然後拿去換房產 我就直接這邊用那個我們的圖卡 你看 我們的元大金 怎麼去調節 就是先看他的預估值率 就我們剛剛算了嘛 你看他的營收 可能下一次會發多少股息 我們來看 如果現在買進 預估領到股息可以領到7、8% 那市場歷年都用5%來參加除息 代表說你買比市場便宜 然後他可能市場意識到 他的價值之後 他的股價就會成長 股價成長 你在適時的做調節 所以我們第一間房產 是靠元大金做調節的 而且這也不是事後我們才講 我們當時換的時候 我們就貼對上單 然後也有在臉書上說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做 所以從預估值利率 高於他的平均的目標值利率 他比較高就可以買進的標底 然後大概圖全息錢 看一下基本面就是賣出 對 不過問題就來囉 對 我還記得之前你也有跟大家講過說 其實你出社會工作以後 基本上一直是租房子 是直到35歲 好像那時候已經投資累積到一筆資產 大概就上千萬 然後才開始就是比較財富自由 才在投原本的第一間房 對 然後就想要問說 那如果像這種存頭期管 你是怎麼樣在35歲就存到這1000萬的 那如果小資族真的想要買房的話 這種頭期管怎麼存 要怎麼挑 當然就第一要專注本業 閒錢投資 然後如果你覺得本業的薪水不夠的話 你就找你老闆要加薪 或是稍微斜槓 斜槓不小心把斜槓變正槓 然後再變大槓 把薪資 就是把它撐上去 當然還是我們有了閒錢 最主要還是會抓產業 來去做佈局 那怎麼佈局呢 其實金控股或是ETF 是我們小資族入手股 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你如果買ETF的話 就是買那種大盤型ETF 可是你最終報酬不就跟大盤差不多 年化報酬率5-6% 那5-6%你會發現 房價漲幅比5-6%還強 你原本可以買了一間房 然後就存了大盤之後 幾年之後 你連一間房都存不起了 所以我們還是要稍微對個股 它的一個價值區間 能有所了解 那我要接著要幫網友提問 因為有網友在我們的留言板上面留言 就是說 他也是用ETF來存股 就買了第二間房 他的案例是這樣子 就是他先用他自己原本的房子 去增貸了500萬元 然後全部拿去買高股息 是00915-0056 對 然後每個月領息 就可以領到3萬多塊 就拿來付第二間房 他的工程款 工程款 他每個月的那個房貸 生活開銷那些 聽起來好像很開心 警示吧 我跟你講 這個方法會好嗎 這個方法可以 但是首先你要思考一件事情 你借來的錢 是不是符合你閒錢比例 我們不是說借來的錢 就一定不是閒錢 如果這個人他對投資很熟 那他就可以把融資資金 變成是閒錢部位 如果這個人對於市場不熟 他連他的本金都不是閒錢 所以你首先要訓練自己 你的本金在市場已經 不管2019年 美中貿易那一年 然後疫情恐慌 都在任何的多空中 你都可以取得一個穩堅型的報酬 代表你對資金效率用的是可以的 你在考慮有沒有開一些額外的資金槓桿 這個想法才能出現 而不是說我今天第一天開戶 很多投資朋友這樣 開戶才一天 第二天就開始借款 第三天就自認為自己財富自由了 是有可能 如果他買到好的標的是有可能 但是重點就是 如果是大殺特殺的行情 從萬八殺到萬二的行情 他如果沒有經歷過的話 很多人砍在谷底 因為我們身旁也有蠻多的投資朋友 他就是借貸然後去投資 結果他瞞著老婆去用老婆的房產去借貸 結果那年疫情恐慌殺到 他連他的房子最後都是在低點 強制被這個市場給收回去的 所以借貸同資當然是可以 首先你要對市場是熟悉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 所以就是說你可能要先累積一點 市場的敏感度跟經驗 不然可能的話 下跌的話可能會抱不住 所以還是要看個員的一個型態 對 下跌的時候 我們知道要佈局 我們這種實戰對賬單 你看我們這一頁 我很常跟小資主投資朋友講說 你看你選對產業 是不是有機會 小資金也可以往上翻 你看右上角這個詳索 我成交日期是在2023年的8月 你看我們用的股數是不是都是零股 因為小資主問我說 是不是要錢多才能參與市場 我跟他不用 你選對產業 資金有機會成長 你看零股慢慢買 33股40股 這樣慢慢買上去 我成本花了19萬 就跟這位小資主 因為他成本也差不多是 資金量也差不多20幾萬 就跟他一起買 你看放到現在 報酬率80.97%相碩 然後左上角這個星象 就是看他的一個基本面道的時候 我們剛剛講基本面道 就是他的預估殖利率 是大於市場平均的 那我們就做佈局 從12月底佈局完 然後他起漲就不要再看了 甚至大力廣也是 那天殺下來嘛 12月12號就買了一張加兩股 兩股就是示範給小資主看 你零股有沒有機會參與市場報酬的 可以 也是可以 富士達 我最近昨天漲蠻多的 所以有些投資朋友也是關注到他的 也是從12月14號買到19號 後來起漲我就不管他了啦 就是用這種基本面布局 然後高漲 我們再看情況要不要做條件 這是最近你操作的標的 這些高子率的個股 對 然後光寶科 因為原大基因這個已經刷了好幾次了 所以他損益不只有六十幾萬 那光寶科就適中 誰知道 代工五哥變成AI五哥 所以他也是幫我付了蠻多的頭期款的 嗯 那如果我們除了挑高股息的這些個股 就是我們小資族 其實大家都很愛高股息的ETF 對 可以幫我們比較或是挑一下嗎 要怎麼看 他的續航力夠不夠高啊 然後質率率夠不夠高啊 要怎麼樣去比 哦我跟你講這個是也是非常 不會很難的事啦 第一個你要怎麼找ETF 我們很怕他是規模小 會有下是可能嗎 債券我記得是2億 30個營業而已那也是2億 然後ETF是1億 所以我們基本上你要找規模不小的 哪裡找 你就上網去Google 定期定額排行 就列出一大堆20檔 你看像我們這個表上面就秀出來嘛 50誰不知道 56誰不知道878 可是呢你選出來你會發現 底下有些的ETF 可能也不是那麼的強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第二個關卡就是上MoneyDJ 去找定期定額 同期大盤的這個數據 有沒有至少你買這種ETF 策略型ETF嘛 你要勝過大盤啊 要不然他如果年化報酬率都輸給大盤 你就乾脆買大盤就好了 是吧 所以我們就這樣比較 你看00713 我們從2017年10月到現在 跟0050 2017年10月到現在 去做同期的相比 你會發現 他的區間總報酬是 713是80% 50才48% 年化報酬率誰比較高 一目了然 雖然713有叫什麼高息低波 可是事實上呢 因為成分股他很會篩選的原因 所以事實上 他帶來了市值成長 並不輸給市值型ETF 所以像有些人很喜歡在ETF上面做文章 說什麼啊你領高股息 就一定會不怎麼樣 會睡哪裡之類的 我跟你講這是 小朋友做的事情 我們真正要看的是 這一檔ETF他裡面的成分股 他的成分股的基本面 漲到哪裡 如果已經過漲了 我們當然可以做調節啊 那如果還在他的基礎價值以外 以內他有成長的空間 我們可以先行佈局 像去年不是什麼 台積電一直往下滑嘛 那台積電跟什麼有關 全資股嘛 外資的錢要進來 要進入全資股 那外資什麼時候錢會進來 台幣要升值的時候 他進來的時候 台幣就會升值嘛 所以台積電很容易受到匯率所影響 那我們已經很明顯發現 他的匯率走勢了 那所以當然大盤這時候 他的優勢就比較沒有那麼明顯 所以我們就要選 哪些成分股具有價值的 就是可以從ETF底下去選 所以我們不會去看ETF叫什麼名稱 我們只會看他的選股邏輯 跟他的成分股 那當然我們手上的0056 如果你已經高漲的話 像我自己 我就有適時的去把它調節部分 去換到0050 或是00620 把這種適時型ETF 因為很明顯嘛 如果台幣接下來要升值了 這個匯率 這個升息一定到尾升了 要降息了 哇 那哪個會漲 就是全資股 所以你看全資股已經先行反應了嘛 所以這時候再挑進來買就會比較辛苦一點 就像我們這兩天錄影時間是在12月底 這幾天台幣其實漲很兇 對啊 一天都漲得快涼較 所以像這個時候 就是可以去把像我們剛剛講的 五六這些高股息的 稍微是 不用出清啦 可能調節一點到一些50 或是市值型的 或是全資股上這樣 可以可以 而且其實我們 我很常在YouTube直播嘛 我在八九月的時候 我就在直播跟投資朋友去講 我手上的美金部位 11月就要出清了 因為我們有 有美金保單 11月要出清 結果那個 那個業務員可能急著跳腳 怎麼一大堆人都要跟他出清 果然 慧劇就是那時候做一個反轉 對 11月的時候 那我們現在看這一頁 你看當然有些投資朋友 因為我之前在上網去找 我們的PTT 看到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標題說 五六八七八 九一九怎麼去分配 我有看到這一題 就是你好好有教大家 就是你的月月配組合 就是五六 八七八 加九一九 就是你把 每一次領到的席 就投入下一檔 即將要除席的ETF上面 像這種組合 是有什麼樣的優勢嗎 因為它的 你看一檔的ETF 它的指數的篩選機制 我通常都不會認為說 這檔就從以前好到現在 它可能成分股數過漲 可是你會發現一些投資人 他就是喜歡買股票 存股的退休投資人 他就不喜歡賣股 他覺得賣股 股數減少 就好像在賣主產 感覺就是不好 那怎麼辦呢 你看我就實際的 因為有一個文章就這樣問嘛 75萬 那我就實際是這樣布局給他看 還不能成交日期 差不多就總資金70萬左右 那現在很明顯 因為之前00878比較會漲 那他你看他佔的部位 是不是比較多 40萬耶 那高股息 他就是17萬比較少 所以他就是一個 不符合他的比例原則 你看如果你要佈局三檔的話 應該是33% 33% 33% 對 對我們正負1%啦 33%加起來是99%嘛 正負1% 我們沒有到正負6% 好這不講這個 反正878如果市值比較多 你領到了席呢 你如果想做一個資產平衡 你有兩種方式可以去做 就是調節878的領股 換到56這個部分 那他如果調節領股 他覺得我不想賣股 那我們可以拿到席 就不要回買878 你可以回買到0056的身上 這樣子的話 你各市值就可以穩定的平均 然後呢 你總資產也會穩健的成長 你也不用賣任何的股數 這是最輕鬆的一個做法 那當然我們還是要看 這幾檔的ETF 他的報酬如何 我們就直接列投資時間 給投資朋友去看啊 你看今年度的0056 他的含區間報酬是19% 大盤才8% 比大盤還強啊 878這不用講 他從上市到現在 都是贏大盤的 919 他區間報酬是16% 大盤8% 也都還是贏大盤 這三檔剛好是 那個 既配組成月配的ETF啦 所以有些投資朋友 他喜歡的話 我們可以先行佈局 而且我跟你講 919他還有個特性 你可以先上網去找 他可分配收益 是多少 你就知道 現在買進 他未來領到的息 有沒有10%以上 或是再10%一下 前陣子嘛 我們講的時候 919是在16塊 就一直講 一直講現在到20幾塊 所以以前 16塊買的 他不僅息也領到了 那個什麼 市值成長也領到了 所以 而且我們還會去看 這檔ETF 他過去市場用幾% 來參加出息 如果市場願意用5% 參加出息 你看到 你現在買進 具有10%的潛在價值 代表他市值有成長的機會 所以買高股 其實要懂得看他成分股 這樣才有機會怎麼樣 你息也領到 你市值也成長 像前一張這個 你幫我們等的表格 56878915919929 這些都比大盤都強 所以這幾檔其實 都是可以 就是大家可以參考的標的 你是什麼意思 對可以參考 所有都可以參考 可以參考 那標的得好 接下來好要好在哪裡 要投資朋友 他先前規劃的好 而不是說 你今天看到節目說 我們說好 你明天又重壓縮號在裡頭 哇這樣就會有點吃虧的 我們還是謹慎看待 你等至少大盤震盪的時候 再進場做布局 會比較好 那如果你真的等不及了 看到我們節目說 哇 久一久那麼好 那進場做買進 那如果你一時被市場欺負 我領到喜回買 領到喜回買 這樣可能過幾個季度之後 你帳上還是會變紅色的 這邊講個題外話 有一個朋友 你知道 他因為他跟他前女友分手 然後呢 因為他買0919是在16塊 漲到20幾塊了 他前女友就回頭問他說 欸你怎麼做得到的 有沒有機會怎麼樣 我們一直在笑他 00919回頭前女友 這是真實故事嗎 蛤 沒有這是真實故事 真的很好笑 他還給我看那個截圖 那快笑死了 所以要追回前女友 919是還蠻不錯的一個方式 好啦不只有他啦 很多標題都可以選 可是聽到這邊我又有疑問了 就像我們小資族 其實月薪就是固定這麼多 那我到底要投入高股息的ETF 還是美債的ETF 這兩個要怎麼樣選 如果你這幾年 這個定期定額到美債的人 就會比較吃虧一點 來那我們直接看 我這邊左邊是元大投信整合 整理出來的嘛 56850713近三年的報酬 表現不俗耶 5648% 85041% 713各式強78% 下面就是債券的一個部分嘛 就是比較辛苦一點 那我們這邊也不是說債券不能買喔 只是你要配合利率 這個波動才有機會抓到 所以你自己看他長期的線圖 他不見得是可以無腦定期定額的 喔 你無腦定期定額你自己看 這一頁嘛 這一頁嘛 這個幾個債券 他的長線的走勢都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你投資朋友要有點耐心 你可能要把投資拉長到二三十年 才有機會定期定額到正的 但是如果你懂得看利率抓波段的話 他事實上能夠帶給投資朋友 比較一個穩健型的去見報酬 因為有些投資人他會覺得 如果我要買個股 我要看公司的財報 那他會比較麻煩 他會擔心 但是債券的話 他其實事實上 你只要看利率這波動 在這反轉的話 布局的確還是可以取得一些還不錯的報酬 但是要切記一件事情 他長期來看並不太適合無腦定期定額 當然如果你的資金非常多非常大量的話 那他還有一些什麼 你看債券的配型來海外所得 所以適用個人最低稅幅 新台幣670萬以內可以免稅 但是我有朋友就看到這句話 他在債券最高點的時候買54塊買 54塊買 然後他到前陣子三十幾塊受不了出清 他就發現一件事情 他帳上的確他可以稅務可以減一點 但是他市值減損得非常嚴重 所以投資朋友要 那好好去思考機會成本 跟他的一個高低位階 你不要太高的時候買 就很容易被市場欺負 剛剛講到美債ATIF 其實你不認為定期定額比較好 就是跟大家比較不一樣 你認為要撥斷 那撥斷我們的進出場點就很重要了 要怎麼樣看 怎麼樣從台幣的區間去看 就是美債的買賣點 好 OK 其實我們就看台幣 他未來跟他的過去 他過去平均在哪裡 就會發現 現在台幣的升值 好像還沒有到最漂亮的一個區間 所以代表說利率的反轉 還是有一些利差可以賺 不過利差是逐漸的縮小當中 那我們就知道啊 那時候美債他的利差空間 可能會逐漸的幅度縮小 但是沒有關係 如果你是資產量非常大的投資朋友 你求的是穩 跟穩還有一些資本利得 也許美債他會比你單純持有美金 有更好的資本利得的空間 但如果是小資族的話 那我們就看到利率 可有機會會反轉了嘛 那未來從這個升息的微升轉 然後降息的過程中呢 你就知道哪些的ETF 哪些的市值型的 他對市場價格比較敏感 市場一灑錢 我跟你講 小資族你又有機會在這市場中取得翻倍的報酬 就仔細要去找 我的思考方式是這樣子 就是你知道台幣要升值的 我們大盤會漲 他的同期定期定額 直接看線圖就知道了嘛 同期定期定額已經輸給大盤了 那如果會抓反轉點的話 你買大盤會不會更強 小資族喔 債券是給大資金用的喔 小資族要懂得去抓 如果你都會抓波段的話 那你買這種大盤型 政惡會不會更強 或是像一些中小型動能的ETF 像00733 你知道我們有統計那種 總統大選前後啊 上漲的機率是很明顯的嘛 尤其是那個選後之後 他那個哇 所有的方向都出現的 中小型動能是很會漲的 所以小資族我覺得啦 你事實上是不要去選擇那種 什麼債券 不要選擇這個大盤 你要選擇這種動能型中小型的ETF 不要選個股 你比如說擔心個股 你不然選個股 你選ETF 這00733 00757 這種科技股 接牙股 那接下來還有一檔 就是最近也蠻熱的 我們回過頭來說 高股息的新兵00918 他是主打高填息 然後我看他就是 今年的年華配期率 有超過9% 然後韓息報酬率也超過了 我看是5成以上 像這一檔也適合 放入我們投資組合嗎 其實我們直接看 他已經用鈔票把我打醒了 他的績效是OK的嘛 是不是 他又會填 你知道填息是什麼嗎 要漲才會填息 他股息越給越多 又會填息 他其實已經在告訴你一件意思了 就是他市值會成長 他又會發又會成長 明年發了更多 又會幫你填息 所以他已經用鈔票 證明這件事情了 那我就可能會把它列入 以我的資產配置的方向以內 對啊我們還有 就是有示範給小資組看吧 你看我們就是布局那種 10萬10萬10幾萬的 這種資產配置 那如果你是剛好喜歡我們剛講的那種733 動能型 市值又比市值還會長喔 還有什麼高田席喔 還有接下來我們看那個半導體 什麼927啊 或是923 那為什麼會選這種特殊型的ETF 他其實傳統型市值就看單純市值嘛 所以會叫第一代的ETF 第二代是有多加什麼 概念什麼ESG啊 這種東西叫第二代 第三代的話他就是針對 因為未來就是要低碳 走低碳 你沒有低碳你就沒有訂單 所以他你會發現低碳這些的產業類股 他可能有機會比大盤又更強 所以我們就從傳統型的大盤 好再精煉出來哪些成分有更強 我們再找相對應的ETF 所以就包出了這個 這個00923這種低碳型的ETF 當然還有927啦 927大家不是說半導體景氣要反轉嗎 其實我跟你講景氣燈號 其實我們前陣子就有講景氣燈號 前陣子落下一燈那只是暫時的 他遲早還是會往上 為什麼 因為我們蹲在那個廠房外面看 他的廠房那個運轉 產線的電力已經在轉了 我們可以看景氣的那個電力的指數 他就在轉了嘛 代表進來訂單了嘛 所以我們不要後來看到所有數據 都已經漲完了才進場 我們先看 反正你很常如果看到我在台積電廠房 外面電表下面蹲著 那發生的就是我 我看他電表轉得比去年還快 我就知道 他訂單比去年還多 那我們就先趕快布局了 不要等數據出來再說 反正這幾檔ETF 還算是不錯啦 對 所以聽起來 因為聯準會準備要這樣寫了 所以您已經有調節一些高股寫到市值型 那我就要來問 有一檔市值型的新兵 最近這一陣子也是很熱 他被稱為科技版的0050 00935 那這一檔你有怎麼看 因為現在AI檔差不多了 現在是可以接的嗎 現在當然有大震盪的時候 你可以進來做布局啦 可是大家不是說他是科技型嗎 我覺得他比較像研發型 研發型的ETF 因為我們有去抓嘛 它裡面有一些指標是 它要創新科技佔比要大於50% 而且你會發現它就是大於50% 那其實老實講啦 創新佔比大於50% 這種就是比較波動型的 那小支組很適合波動 為什麼 因為它波動如果很明顯 跌到谷底的話 你去結 你上漲的幅度會比較強 尤其是 剛剛我們有講嘛 要準備可能生息的尾聲 有這個降息的味道在的時候 好區間布局 哇市場撒錢 第一個先撒什麼 撒有基本面的 他會把基本面撒到本益比 再從本益比撒到本盟比 科技股 因為人類的資金 總是會流向創新科技 所以創新科技 永遠都是在多頭裡面 最強的那一群 那現在多頭了嗎 還沒啊 現在生息的尾聲 準備要降息的過程中 還沒有大噴 事實上你可以提早做一個佈局 所以第一檔其實也是 可以考對一個標的 因為它的波動比較大 效率就有可能賺到 一個比較大的利差 對 所以波動比較大 它就是會很明顯的一個區間 你可以做佈局 市場回檔嘛 你早餐 巷口的早餐店阿姨跟你說 不要碰股票的時候 就八成可以碰了 恐慌的時候就要買入這樣 恐慌的時候 你就是用當天有的錢 你就進場做一點佈局 那人家都說買股票的時候 你就先暫緩 努力上班 努力存錢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那我們講完了 這些高股息市值型的ETF 就要回到 我們知道你一開始 起來是因為存了七八百張的趙豐金 對 那我們就要問金融股 就是金融股 你覺得今年2024年 佩席真的穩了嗎 那我要挑哪一檔 然後就像之前 2023年你上我們節目有說 你覺得趙豐金太貴了 那現在呢 還是有點偏貴啦 不過我總不能用我個人的意思來講 我們要看一點實際上的數據 因為在當年我們佈局趙豐金 其實因為趙豐金的股性非常好抓 所以當年他還是在20幾塊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佈局了 那後來漲40幾塊 你這時候進場 他從20幾漲到40幾塊 是我們可見的範圍 我們不是在這邊瞎說 我們第一本書裡面就有寫 他未來的預估值率可能漲到4%以下 就是錢的效應之下 那現在從45塊漲到80塊 會比較辛苦一點 甚至會花的時間比較長一點 但是我們還是要去看 怎麼去看 很簡單 我這邊就交投資本去看 我們金控股呢 因為我們剛開始節目的時候 就有教大家看元大金嘛 怎麼去看 元大金的證券為主體 他有銀行 然後中信金這種雙引擎 壽險加銀行嘛 然後還有華蘭金 以銀行為主體的最簡單看 就是他的獲利有沒有成長 他未來的預估股息會不會成長 你只要知道他未來預估股息有成長 然後我們再去算 過去幾年市場會願意用幾% 來參與他的出息 就知道他的利差空間嘛 那這邊我會列出四大金控 為什麼 因為我們從預算書 預算書大概9月你就可以上網去查到了 但是呢 這些金控什麼時候才會告訴你 要發多少股息 隔年4月底的董事會嘛 才陸續的公布嘛 那那時候外資也才知道啊 所以市場那時候才會有產生行情 但是你可以提早半年前找 不好嗎 這就是四大金控的好處 你可以提早在預算書裡面找到 我就上網去Google啦 財政部預算書 你知道我們書出來之前沒有人要找那個 比較少人 那書出來之後他點擊率 我點擊率 觸擊率亂大增 裡面應該下一些廣告 你可以有編輯收益 好這開玩笑 你就下載他PDF 落落長幾百頁 你就按Ctrl加F 搜尋 趙鋒金你就找到了 列列列列下來 我們就知道 他預算書他可能會發多少股息 增列的多少 減列的多少 然後呢我們再去上網Google 看趙鋒金的十大股東 就是看他財政部持有多少股數 你稍微去做除一下 你就知道 財政部持有多少股 他上繳多少股息 我們稍微除就知道 他可能會上繳幾塊的股息 我們就看到可能1塊1.4 那你在返儲現在的這個股價 你就得到預估殖利率 你看划不划算 現在如果返儲 你已經只能得到了4% 3% 未來過去股市市場 都是用5-6%參加他除息 就是現在賣給比較貴 你就會先去比開 等市場震盪再進場接 那我們最後就要不問最後題 幫大家問最想知道的 就是你近期 可能你個人真的是加碼比較多的 包括個股或是ETF或是美債 或是我們剛剛講的金融股 有哪些是你比較看好了嗎 好5檔 ETF兩檔 00733 總統大選前後行情 還有什麼00757 這種科技多頭來臨的時候 至今會往創新科技衝 當然還有我們的0093 台灣的這種科技類的大盤型的ETF 還有接下來三檔 表題是我現在在佈局的 第一個大力光 我們成交日期有大家看到 大力光還有星象 還有富士達 富士達做折疊收集那個字中成 所以這幾檔是一樣是波段嗎 像我們剛剛講的長上去 哇你這個問題問得非常非常好 我跟你講我們要選擇他純股或是波段 這個選擇錢絕對不是在我身上 要看公司 公司的基本面成長 我當然長期持有你 要是你基本面下滑 或是說你股價坑超過基本面 基本面跟不上股價位階高漲 我們當然做一些條件 所以想讓我們長期存股 想讓我們長期破產 那就要看公司的本事如何了 謝謝大家今天跟我們分享這麼多 然後還有一些他的存股標的 大家要記得記起來喔 所以說現在聯準會即將要進入到了 升息的尾端準備要降息了 其實是可以去調節一些高股息的ETF 到一些科技股為主的市值型的ETF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00733 這一些漲的可能會比較多的 小资竹就有可能賺到資本利得 或是說你也可以把一部分的資金 轉移到美債上面 那進出點呢 大俠是認為說可以看新台幣的匯率 如果說離歷史的高點 其實是還有一段的價差空間的話 其實可以放一些錢在美債上面 也有可能會賺到資本利得 把你的本金快速的放大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可以掌握最新資訊喔 大俠最後有沒有哪一些話 想提醒我們的觀眾朋友 當然永遠要提醒我們投資朋友 專注本業的先天投資 然後過年也快到了嘛 那如果你今年帳上的報酬還不錯的話 千萬不要忘記發個好紅包 然後順便調節的時候 附上對賬單 跟你家人講說 你怎麼投資怎麼佈局 過程一目了然 他們就會相信 所有的長輩就知道 原來務實的投資 真的有機會取得一個穩健性的報酬 好 我是大俠 我們就下集見 拜拜 拜拜